好,我們再寫六個字 應該可以 大概說了這幾個字 使用的學 先寫九好了,九比畫比較少 你看就明白 不用逆時針 腳筆再起來 不到這裡 殺下來 側殺,它從吸道出 出全它 你看 只是把它延伸而已 我並沒有做一些什麼樣的 重大的一個改變 不是延伸而已 好,是寫的 以這個形式大概都差不多 吸道出,直接頂著它反比 一模一樣耶,看起來 所以 這個技法是可信 是可信的 可信的一個可能性 我們不敢說它絕對 使用的是 作為竹背 這裡呢 筆是要比較慢 作為竹背 然後到這裡呢 開始提高它的速度的節奏 這裡最難喔,馬上把筆抬起來,這裡要留一個尖點 然後開始做順時針,踏過去,在頂尖 我的筆尖的納筆到最後喔 這就是我要跟你們分享的筆要近到最近,那個筆試才完成 這個力度是到這裡,如果你平時的納筆是直接抬起來的 那麼只有筆到,手沒到 那力量沒有進到最頂 就是說你寫的時候這個筆尖沒有頂到這裡,刺著 那力量就不會到那裡 就沒力度啊,對對對 就是說你不要以為最尖的,最尖的你就把它抬尖就對了 不是這個概念,它其實是要頂著的 那如果頂我們已經告訴你們一個分辨 把毛筆做成扁狀的,你煎了在這裡,自然就頂著了 你完全不用擔心它打開嘛,開花太粗什麼的 它就是轉變一個角度而已,我們只是轉變一個角度而已 它其實是一種用我們的聰明,用我們的智商去把它解決的一個技法 就是如此啊,而且並不是小聰明 這個是一點有用到智慧 這是領悟出來的 小聰明就是花樣,這不是花樣 這不是花樣 很厚,但這才重 這個絲叫很厚 好,再來,照好不好,照 今天很盡心啊,沒在用光 照呢,上面的這個告訴的告,這個撇筆要寫得細而長 你看就靠這個方式把它寫尖 好,這個不一定 並不是這樣拉過來的 跟你以往的這個認知內略有區別 好,這個區別是我領悟出來的 連我們的恩師都不一定是用這個方法 那它有什麼系列? 這個我就不是我要考慮的範圍 你寫一遍它寫 我已經寫它的方法已經寫很多年了 後來發現不對,我才換的 你可以用順時針也可以 順時針也可以,逆時針也可以 我只要讓它變扁就可以了 你看,這是我推論出來的 我不管它有什麼樣的角度 我的目的就是讓它最後筆尖能夠頂著 然後很細很細還是頂著 連最末端的尖都是有力度的 我要讓它達成這個效用 好,再來就是解體它有一些非常傾斜的狀態 我們就要舉丘跟煙好了 丘,丘大家比較少寫 我希望在寫的時候我們可以去享受毛筆筋尖 不斷在紙面喔 好像在下,下向寫的交通路線一樣 不斷的一個接著一個過去 一個過,一個接著一個 再拉長沒關係 頂著,翻面 一點點的過去,筆尖跟側碎 好,然後醃 好,謝謝 某件 好,謝謝 你看,這樣就焦了 好,厚厚的 側推 頂著 筆尖是側的,要奔回本領的時候側的,順時針把它抬高 筆尖時鐘跟紙張是頂折的狀態 這樣是不是力度都到達最末端 我所傳的法已經是最極致了,這個法人只要匯百分之六七十的這個王希基系統的字領都可以,比較簡單的可以去操作 謝謝大家